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把這兩棵水培的兜蘭轉直料 我水培兜蘭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也可以把它養成開花 那為什麼呢? 不如一起來看看 先拿出來看看根 這些根看上去黑的 這裡有些新根 這些根不要看黑的 它沒有爛的 但是 就不漂亮了 這裡上面 還長到一個花籃 這個位置 看到嗎? 這是生長的花籃 看看這邊這一棵 中間這個位置 這塊不是小葉 看上去就像是花鳥 拿出來看看它的根 雖然長到很多新根 但是那些舊根看上去 就很難看 尤其是有時候沒有時間去換水 那些水又熟的時候 又有青材的時候 看看 我真的覺得很噁心 拖蟹蘭的根 有很多細細的蛹毛 當水裡生到青材的時候 蛹毛黏著青材 這樣看上去就像發霧一樣 就像我的手指指著這個位置 是不是? 好像發霧一樣 很肉酸 雖然是這樣 它的根摸下去是實的 不爛的 但是我就不喜歡看到這樣 所以今天就要把這兩盆水培的兜蘭 轉回植料 雖然現在它剛剛長了有花籃 但是兜蘭通常是不容易燒包的 所以現在轉回植料應該沒問題 先準備植料 這裡有水浮石 4號珍珠癌 和木炭各佔一份 5份中好樹皮 和2份泥炭鮮 這是美國蘭花協會 兜蘭養殖指引的植料配方 先看看這些植料 乾的時候 泥炭鮮好像粉末一樣 沉在底下 所以就要用水把它噴濕 然後把它拌勻 濕到之後的泥炭鮮 就會黏在那顆植料的表面 不要小看這個步驟 這個步驟也很重要 如果不是這樣 那些泥炭鮮很容易走一堆結構 在盆裡的植料又變得不均勻 又容易積水 將這些所有植料拌勻之後 好像這樣 就可以上盆了 這個盆就是一個塑料餐盒 在底下打孔 那些孔不要打那麼小 太小的孔 那些泥炭鮮一下子 就把那個孔塞住了 孔大 又怕淋水的時候 流走那些泥炭鮮 所以在下面 就隔了一塊枪沙的網 看看這棵蘭花的根 捏下去 根全部都是實的 所以不需要收根 可以直接上盆 這個苗 這裡有一個孔 這個就是新苗 在盆底先放少少植料 再把盆花放進去 看看哪個高度 這裡有幾個苗 就拿最低的苗 這裡 植料來到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來到盆邊 大概是1厘米的高度 這棵花幾個方向都有右苗 就把它放在中間 就對了 一隻手把一棵花固定好位置 另一隻手 就把那些拌勻了的植料 就放入盆裡面 填滿之後 用兩隻手指壓著盆面 另一隻手就拍盆身 這兩隻手指壓著盆面 就不用你拍盆身的時候 那棵花越飙越高 那個高度就變得不對了 搞定 檢查一下 植料來那個盆面 大概是1厘米 這樣淋水的時候 就不用那些植料浮在表面 湧出來了 另外這棵花幾個方向都有苗 將它放在中間 對 最後記得在名簽上 寫日期 插上去 這樣就不會過一下 就不記得這盆是什麼 一棵搞定 再來看看另外這一棵 這個盆 放下來 似乎盆太矮了 筋都凸上來 這個盆 這個盆應該差不多了 在底部再放少少植料 剛剛好 好 選好盆之後 用相同的植料 相同的方法 步驟 上好盆 最後 在名簽上寫日期 這樣就知道什麼時候換過盆 搞定 大功高成 另外這兩盆花的葉尖 在底部都有點焦味 用剪刀把它剪下來就可以了 用這種植料來種兜蘭 很方便 不用浸盆 看到盆面乾淋水就可以了 要注意一點 兜蘭的筋有很多細細的絨毛 筋乾得太久 絨毛就會壞死 所以要把所有的根用植料蓋住它 還有就是不要等盆裡所有的植料都乾透才淋水 這就是今天的分享 多謝收看